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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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来伤透你脸颊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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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怎么自己喝满酒 也不叫伤我 没事 就是自己一个人想想事情 是弘一的事情吧 我知道 你在这个梨花小屋 陪了他上千年 早已撤出了朋友的情风 可这满树的梨花 都是他和你的故事 与我无关 对不起 我跟弘一成婚 就只是为了想要查出绣魔者 而且 一旦我们找到了绣魔者 我与他的婚事就会知道 你看 就算你们结婚是假的 他都那么开心 叶爽 你是知道的 一直以来我对弘一 只有朋友情分 而且 我觉得他对你 傻瓜 你急什么 这事不怪你 他跟我一样 一厢情愿 喜欢谁 不喜欢谁 这些事情 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不过也已经不重要了 我准备放下他了 你若是真的放下了 又怎么会在这儿喝酒 就是一个 小的告别仪式嘛 你说以前的我 贪玩 任性 也确实放不下红衣 也没有 负起自己的责任 英族日渐衰微 魔族又蠢蠢欲动 我必须得回去 承担起责任了 我准备回去 继承英族王位 至于那些 儿女情长的小事 已经不值得本王 再去思考了 当真 当然当真了 你现在是凤凰 红衣 也做了妖皇 我们大家都 各司弃职 在族中承担起了重任 我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 不求上进呢 放心吧 我做了英王以后 肯定俱为妇 看我大展拳脚 陪我喝一个 陛下 要与凤凰成亲 这是为了揪出魔族内印的计策 事关机密 还请凌莫书亲自安排 切勿泄露封声 你守了阿音千年 虽然这次的初衷 是查出魔族内印 但如今 也算得偿所愿了 怎么看上去 不像我想的那么开心呀 说出来都怕你不信 我这之前满脑子想的 都是一定要趁婚礼上 神光普照之际 抓住罪魁祸首 替姑姑和阿音报仇 不许可怜 阿音和凤隐 对我来说终究不同 阿音可爱热情 凤隐理智冷静 理智得 甚至不能让人亲近 她变成了凤隐 成为了万人景仰的凤族王者 不习惯了 她能回来 而且还成了凤凰 我当然替她开心 只是因为 原来有父阿音 我一直将她放在心里 放不下 如今 看到她凤隐过得很好 除了放心 好像 好像也没什么 当然了 能看到原启那小子吃扁 也是很不错的 先帮你筹备婚礼 怎么办 是 你怎么突然回白鸟岛啊 父王可知 昨夜凤鸣被凶魔者所杀 什么 凶手是谁啊 昨日殿上 我就有件事想问父王 蓝峰被杀时 身后那团黑影 那您是不是知道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会怀疑是我吧 修摩 同时又能轻易进出天宫和天牢的人 我不得不多想 你竟然怀疑自己的父亲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好 我这就带你去看真相 你自己看 蓝峰 蓝峰有了生机 魔族竟正认蓝峰复生的功法 千真万确 姝儿 蓝峰是我女婿 为了你的终身幸福 我又怎么会害她呢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救她 若我是凶手 又怎么会希望她活过来呢 我修行魔功 也是为了自救和救人 何错之有 父王 我只是害怕 害怕你会牵扯到其中 是女儿不孝 是女儿不孝 无妨 如今内忧外患之际 你我父女一定要齐心协力 才能共度难关 我一直在想 凤尹编尾经理千年前的事 为何要帮大泽山的青衣和阿音呢 想来是在有意利用他们针对我 不过 若是蓝峰的死 有先祖其他人也参与其中 我也要查个明白 既然缘起要查当年之事 那我便陪她查 前些时日 我与她生了一些嫌隙 刚好可以借这次查案之名 重新和她走近些 挽回一些她的好感 顺便我也可以查探一下 凤尹她究竟还有何阴谋 沈君 这是我从天宫封存文卷中 找出来的当年的调查卷宗 你或许用得上 多谢 不必客气 沈君若有什么需要 可尽管告诉我 我定会竭力协助 来得正好 我却有事要问你 当年蓝峰帝君死后 天宫诸多仙鹅因错被贬 特别是凌羽殿当值那些 竟被权术贬去 但却始终没有著名 究竟犯了何错 甚至连去向都几乎不明 这是为何 当年御峰先尊也从旁查验过 那阵子 仙界确实出了不少乱子 他们因此乱了心神 平凡出错才导致如此 就连跟在你身边的红雀 也是如此 他看护蓝峰帝君冰棺 却泄于职守 导致冰棺受损 若不是父王及时发现 恐怕帝君尸骨救我 罚他听仙谷涌落人界 也是他该受的 小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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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族传来消息 说 凤凰和妖皇即将成婚 成婚 成婚 凤隐和弘毅定在七日之后成婚 夏三姐都知道了 这是他们给您的请柬 千年前凤隐涅槃诞生之日 胡王洪若便在洪毅上梧桐岛提过亲 而且凤隐归来不久 便与洪毅走得很是亲近 这样想来这桩婚事 也不是那么突然了 一个妖皇一个凤凰 也算是天作之和了 申君你没事吧 申君 申君 就这么办吧 要让三姐都知道 我与妖皇订婚之时 是 凤隐 神君 为什么要嫁给红衣 你 神君既然来了 不妨就说公事吧 什么公事 我就是来问这个的 回答我 我要嫁给谁 与谁成婚 不需要与神君商量吧 但你与阿九 你们不是只有朋友之意吗 是朋友之意 不过今日无情 不代表日后也会无情 阿姨 不要嫁给别人 我不是阿姨 放手 不不放 我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 不想放手 神君怕是忘记自己亲口说过什么话 你说一只水泥烧 不过是你神君一生中短短的一顺 阿姨与我虽有同门之意 但已不过三界过客 肝与阿姨的种种 与我而言不过话不回事 遭遇消散 如今我是凤衣 是半生 并又能在一起了 不是的 我当时那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终归是 是我的错 错一会儿是没错 不重要 父王何故发愁 这凤衣与红衣成婚 就不会再与元妻有什么瓜葛 这对我们白鸟岛来说 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这事没这么简单 凤凰前脚提出翻案 后脚就结婚 这事肯定和案子有关 姝儿 我怕这事 不但会影响到你争夺天地之位 还会耽误蓝风的复活计划 不行 这两件事 绝对不可以有任何差错 必须得弄清楚 他们到底有什么谋算 我绝不相信 这桩婚事没有内情 我定要弄清楚 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宁萌殿下说 陛下婚礼滚冕 需要陛下亲自则选 请挑选迎亲时所配宝器 婚礼时需与奉皇户赠宝器 由陛下金子定夺 方显至诚心意 我们人家里面干净 我大家想要讲 那肯定说 怎么能不能来 您那参加 我跟随时操意 我太少了 我再接喝一杯 我按下第四个 来了 退下吧 陛下 林墨殿下说 这婚礼事宜当早殿下 不然赶不及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是 殿下 姚皇清临正在殿外 姚皇清临 说我在忙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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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完了 有空了 不是让你 我自己愿意等还不行啊 上次让你等空了 我三倍补偿你 总可以吧 你看 等你的时候摘的这把花 都已经蔫了 赶紧吃点东西吧 你说你 处理公务 哪有这么辛苦的 你来陪我吃东西的 好 来来来 你不知道 这婚礼事务 繁琐复杂 他们每天问我 这样行不行 那样行不行 问得我头都疼 这样 你帮帮我 帮我选选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都上门来求你了 是不是朋友 你说不是又不是吧 我还很忙 不送 叶爽 我真生气了啊 喂 叶爽 我真生气了啊 三姐到处都在议论姐姐的婚事 看来姐姐是认真的要嫁给洪毅哥哥 不是装的 洪毅哥哥 叫得这么亲 分不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 阿九以前就对小石姑不错 这一千年来 为首小石姑 还在人间为她种下梨花树 小石姑 不会真的被她打动了吧 找到了 哎呀 哎呀 小石姑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 他们成婚是为了神光 神光 仙妖半神成婚乃会降下神光 他们是为了茶馍 我就知道 凤尹绝对不是因为喜欢洪毅 才和她成婚的 你们看 可即便知道了真相 也没办法阻止成亲啊 是啊 小石姑已经今世不同往日了 她铁了心要做的事情 就没有谁能拦得住 嫁衣已备好 请殿下过目 知道了 下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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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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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不认识 想什么呢 沈君又来我梧桐道干什么 我知道你要澄清的真相了 你假澄清 是要骗得神光降临 对吗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祖神阴阴齐盘 结果你们却想欺骗神光降临 这要遭天谴的 不劳沈君费心了 只要能找到那一个人 无论什么惩罚 我奉你自毁丹下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玄王 与我澄清 不也可以得到神光降临吗 你不要再约我胡闹了 我没有胡闹 我是真神之子 要度过这天罚 不比你们容易得多 你就会觉得 全天下的女子 都想嫁于你 此事我已经决定 不必再说 莫颖 元启 你莫要在我乌藤岛当灯徒子 赶紧给我解开 本神君不解 本也没想当什么灯徒子 没想到 倒是条好路子 你似乎忘了 火凤 本就是混沌真神的命定神圣 你应当听从本神君的命令 现在 我要求你 跟我回青池宫 你干什么 元启 富有神君 我家殿下怎么了 凤云顶撞本神君 我要带他回青池宫领啊 富有山 元启 势不得呀 瞧 这凑劲 陛下 您还笑 这殿下都让人扛走了 他 是真神 我有什么办法 这年轻人的事啊 管不了 放下来 元启 元启 到底要做什么 这是凤鸣先元的残片 存储着 凤鸣死前最后的记忆 你只要给我几日 待我将这个证完成 就可以找到凶手的线索 你是不是就 不用跟红衣成婚了 神君有神君的办法 我有我的打算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我以红衣成婚 只是为了找到凶魔者吧 你们还有别的打算 别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但我 别再闹了 别在这儿 哎呀 我说你说 他要信任我 就给我困了 你必须要信任我 你不信任我 我说你不信任我 我说你不信任你 你这么问我 我问我 你怎么筹是你 你不信任我 我们怎么 也算是 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兄弟吧 冯颖既然选择了你 我也决定要放弃了 不过好在 我相信你一定会对他好的 那是自然 但是倘若 你敢让他受半点委屈 绝对来找我们算账 你这个真神管得还真快 放心 笨妖黄 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好 来 弘逸 我们多久没有一起喝酒了 这么煽情呢 其实当年我执意对你行九天玄雷 还差点振你于死地 我很后悔 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 来妖界向你请罪 但确实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事 一直没能当面向你道歉 原来 你是来向我道歉的 算是吧 至少道歉是真心的 这倒是 你真心不真心 我还能看不出来 来 我的好兄弟 这 原浅 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 反倒是我 我才应该道歉 虽然有很多借口 但无论如何 大泽山的覆灭 是我造成的 我愧对大泽山 愧对贤善贤主两位仙长 你怎么越喝越清醒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你们明天婚礼 计划一切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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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了 你就不用瞒我了 凤影都把计划告诉我了 只是这神光降下容易 但另外一个计划 能不能成 我倒没有失足的把握 放心吧 梧桐本是神界之物 浮沉落地神根 吸收神光之后 就可以 用神界的追踪术 去寻找紫月了 你就不用操心了 睡个好觉 reconnecting 快点 突然间 大一城 都不信 你死了 木陵长老 木陵长老失踪多日 为何突然出现在此处 他体内还有材流的魔器 这里不对劲 北苍长老 此地 被射了法阵 灵力完全使不出来 快走 变下 父王 婚礼快开始了 您知晓他们的谋划了吗 埋伏在印道附近的侍卫 刚传回消息 说燕爽已经掉进陷阱 只差最后一步 可其他洞府早就已经出发 我们恐确足吃吃味道 恐怕会烙人化饼 不如我先行一步 给父王打个掩护 等您打探出他们的意图 再通知姝儿 我好随机应变 也只能如此了 参见陛下 不必多礼 今天我梧桐倒大喜 今日我梧桐倒大喜 大家随意便是 参见陛下 吉时已到 恭迎凤凤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吉时已到 恭迎走空 敏离 杭彦 抢一lan 陛下 陛下 快醒醒 陛下 要窝了及时了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陛下 你可算是醒了 已经四十三刻 会议大点又迟了 四十三刻 你们怎么才叫我 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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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皇陛下为何还没有到 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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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个时候了 新老人呢 哪有人成亲还迟到 这妖皇架子未免也太大了 早就听闻妖皇与凤凰的婚事 是一场利益交换 如今看来 你们妖皇这个态度 果然不是真心想去凤凰 扯儿 修长虎言 一派虎言 可是 这哪儿的事 妖皇也太没面子呀 对啊 真是的 这不过真书 还要是在面前 妖皇的事 是 是啊 这不太过分 等着一久了 妖皇的事 妖皇也太美了 对啊 到底什么时候 对啊 不得三 幻其 敢怪我百日罪 等婚礼结束 你死定了 魔 妖皇陛下 请妖皇陛下 快去救我家叶爽公主 叶爽她怎么了 我们在参加凤皇陛下 和您的婚礼途中 被魔引入了现情 伤亡惨重 公主天相为了 她在哪儿 就在那边 凤皇 妖皇陛下 应是醉酒未醒 误了吉时 醒酒后 又不知去了何处 燕爽也不在 发生了什么事 妖皇难道是想毁婚 想不到她凤皇成婚 当日就被新郎当众抛弃 当真是颜面扫地啊 既然妖皇根本不想娶 当初为何要答应 这桩婚事呢 因为是我不想让她来 会来 结束了 大剑神军 八剑神军 诸位请请 妖皇俩是为本神军灌罪的 这次成婚怕是来不了她 说什么 这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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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最后 把你们第二个计划告诉我了 你们想借巫通吸收神光 找到紫月 我也可以处你啊 要说成亲 我们好歹还有一次经验 都是假成亲 我不比红云强些吗 杂坡分类的本事 你比谁都强 神君 妖皇醉酒误婚 实在不将我们仙剑放在眼里 我们也不能让凤凰受这等委屈 我看这场婚事不如就此作罢 您也不必再为妖皇开脱 之前的婚约自然是不作数 要不然我今日抢亲 不就白抢了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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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诸位都在此 听好了 并非是妖皇不想来 而是本君费尽心思 将他灌醉 他来不了 我千辛与凤凰许久 没料到被妖皇占了先机 只能出此下策 不不不不 你还减赛 我熟过 你别 ved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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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 啊 在你最爱 喂 没事吧 小声 没事 你还真是个麻烦精啊 为了救你 我连成亲都迟到了 这次 你可得记着本红的好啊 算了 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不必 见你的人情态度我怕还不起 况且今日的婚礼这般紧要 魔族闹这处 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婚礼 你不是赶着要去结婚吗 在这磨蹈什么呢 好啊 那我走了 天地之间 唯有山月 度你我 是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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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诸位都在 我要请各位帮我做一个见证 我原启愿以整个钦池宫为凭 自愿入坠无同等 入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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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可愿 那我为父 大家都看着呢 给个面子呗 大使要见 咱们先拜堂 等神光将灵查出此月 此乃正事 元启神君 对本皇痴心一片 诸位今日 在此见证 缘起从此之后 便就是我梧桐岛的坠绪了 小石锅可真霸气 左锅 那我梧桐岛 今天朕面子可是赚足了 那我们去白桃 长夜风轻轻 窥鸣月如梦围扬 猫关落心上 如何不思量 星红尘中 似是轮转 有你我同杀 在许言黄泛尘 寻找 只想和你就来不忘 看人间心窗 只想和你长见首相 言相看愿 今日让苍穹与后头为政 缘起与凤银 结为夫妻 缘起愿生生世世 守护凤银 虽死不休 追见了月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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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